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你好 欢迎收看熊财战略 今天大盘震荡走高 上涨了73点 昨天这个大盘上下震荡的 400点的过程里面 可能很多人又讲说 这个盘是不是主力出货的 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这个盘不是主力出货 这个盘在主力在震荡洗盘 你看这个行情 这个行情这个地方 是不是出现一个爆量 爆量收黑 很多人说老师这个地方 已经快到一万九千点了 这个地方涨这么高了 是不是主力出货了 对不对 但是后面又上去了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又爆量上一线 又很多人问说 老师这个地方到一万九了 爆量上一线主力出货了 再往上涨 到这个地方两万点了 又很多人跟你讲说 到两万点了 这个爆量又收藏黑了 主力出货了 再往上涨 这一天爆量收黑 又很多人跟你讲主力出货了 昨天爆量震荡上下400点 又很多人跟你讲主力出货了 你看这一路上 每天跟你讲主力出货了 你每天都很担心这个行情 是不是要开始V型反转下来了 你每天都在怕 每天都在担心 但是行情你没有发现到 一路的震荡往上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是不是在节目上跟大家讲过 我说主力要怎么样 在这个行情里面 要怎么样一个洗盘 他一定要靠震荡 震荡上黑 爆量上一线 爆量上黑 对不对 他不这样洗盘 你怎么可能会下车呢 你不下车 他怎么去买股票 所以你看我昨天跟大家讲说 我们的股票还没涨完 你看到今天还在往上涨 所以我认为这个行情没有走完 只是这个地方它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下 一定要下什么 下投资人 让你感觉说这个牌很像要走完 这个牌很像要死掉了 一定要这样做 你不这样做 你看投资人放了去抢劲 你看那个00939 00940 为什么会跌破禁止 就是因为大家都不害怕 大家全部去抢 那抢完以后就开始往下跌 就这样一路往下跌了 因为大家认为稳赚了 每个月都配息 然后高股息 然后只有10块钱15块钱 你会想说再怎么跌 也跌不到什么地方去 所以很多人就把房子卖了土地抵押了 去买这个00939 00940 结果全部都破发 所以就是跟你讲过 市场上如果大家认为这个是安全的 大家去买 疯狂的去买 那股价就是往下跌 市场上如果这个地方大家很担心 很害怕 一震荡就开始股票想要卖 那行情就没有走完 那主力就是这样洗盘的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样去分辨 当这个行情找到这个地方去的时候 你要怎么分辨说 一个老师有没有料 一个老师有没有料 然后老师能不能带你赚钱 这个老师能不能带你赚钱 我认为我的看法 我认为是当行情在往下跌 或者是股票往下跌 他怎么讲 他怎么讲 例如我举个例子 像这样各武士3706的神达 我在3月20号告诉你 我认为它是被低估的AI伺服器 对不对 我说这个拉回要布局 3月22号这天出现中昌黑 对不对 那我在节目上跟大家讲说 我告诉你 3月20号我在节目上跟大家讲 没有一个老师会讲神达 因为神达当天出现中昌黑 往下击杀 所以不会有人去讲神达 大家会讲什么 大家一定会讲当天涨停板的股票 当天大涨的股票 就像今天一定很多人讲什么 今天一定很多人讲鸿海集团的股票 今天很多人去讲军工股 那我待会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我为什么跟你讲说 你要去观察一个老师能不能带你赚钱 一个老师他的功力到底怎么样 你不是看他涨的时候就讲涨 因为大家都 因为每个老师都会讲涨 涨谁不会讲 涨谁不会讲 涨停板不是每个都会这样 每个都很好讲 问题是跌的时候你怎么讲 跌的时候你怎么讲 才是看得出这个老师有没有功力 有没有底 所以这个地方投资朋友 这个地方在3月20号神达 有人跟你讲 这样各舞后面会涨吗 有没有 我可以告诉你 我不敢讲100% 但是至少99.99999 没有一个老师讲 没有一个老师讲 生达后面洗一洗他后面会上去 没有一个老师跟你讲说 这个藏黑这一根藏黑杀下去 是藏黑在做洗盘 对不对 那你看今天3月27号 你看到这个样子 是不是藏黑在那边洗盘 洗一洗 你看这个缺口是不是来回补 因为就开始要往上拉了 我告诉你 这档歌舞现在可能还是很多人不大敢讲 但是这档歌舞只要一创新高 我告诉你了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又一大堆老师讲神达 但是问题是投资朋友 这样子能够帮助你赚钱吗 如果总是要等他股价这样创新高 大胆上去再去讲神达 再去分析神达 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跌的时候都不敢讲呢 就像什么东西 你看就像这个 前阵子不是很多人在讲什么 细光子 很多人都长的时候在讲 对不对 结果现在 不是很多人长的时候都在讲 细光子多好多棒吗 对不对 不是大家都要讲吗 结果你看 全部都套在高点 全部套在高点 全部都套在高点 长的时候都要 大家都讲强势谷 大家都都讲掌停板 结果全部都套在高点 对不对 八块像是什么 你看这个四星怎么跌 全部都要讲涨 涨的时候全部拿出来讲 现在摔下来 现在全部都套在高点 你看现在杀下来 没有人敢讲这两个 到底后面到底该怎么办 我是觉得如果说 一个老师他有功利的话 他应该告诉你说 这个股票跌到这个地方 到底该买还是不该买 不是去涨上去 然后一直跟你讲 你一直跟你分析 这个股票多好多棒 为什么它会涨 对不对 结果呢 结果现在怎么办 所以你如果厉害的话 你不是应该在这里要讲说 到底它会上还是会下吗 所以这才是一个 看一个老师的功利 是在看在这个地方 我之前跟你讲过 这个地方不是有拉根掌停板吗 你看拉这根掌停板的时候 有多少老师告诉你 你看这个跌已经到这里 跌升了拉掌停板 掌停板跟你讲说 你看已经跌掌停了 所以这两个五音只跌了 你看又是事后论 都是看盘说故事 都是事后论 结果后面怎么样 后面又破底下去 后面破底下去又不敢讲 我有没有跟大家讲 我说四星为什么会跌 而且我认为它还没有跌完云南 我有没有在节目上跟大家讲过 我说NVIDIA 它要切入到IP这一块 你惊不惊讶 所以NVIDIA这个地方 它不是只有在专攻AI晶片 它发现到 它在专攻AI晶片 它发现到很多人 想要钻它的漏洞 想要从ASC其他的IP股 这边来设计新的一个AI晶片 所以NVIDIA想把这一块 洞给它堵起来 它自己也想做这一块 所以你看四星的对手变成什么 很可能变成NVIDIA 那这个东西一出来 这个东西当这个挥打 打算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这些主义大户看不对劲 纷纷都在落跑 纷纷纷都在落跑 但是问题是 你的老师有告诉你吗 你老师有告诉你 这一段要怎么避开吗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过 我跟你讲 摒弃一窝蜂 热门跟风的一个投资法 就是现在哪个老师在讲什么 最热门的 讲掌停板的 最热门的你都不要去跟 因为这些东西都会让你套到高点 你赚钱的距离 我认为说跟风赚钱的距离 大概只有五分之一 其他五分之四基本上都赔钱 你要像我们一样 坚持核心竞争成长力 因为我们买的股票 是市场上其他老师 没有在看到的股票 我们就要挑选黑夜中的钻石 我昨天跟你讲说 什么叫黑夜中的钻石 钻石在黑夜中你看得到吗 你看不到 所以你会忽略它的价值 因为没有老师在讲 因为很少人在提 但是这些公司 它真的公司真的蛮赚钱的 而且这家公司 它的获利能力 也是你无法想象的 对不对 那你看我们怎么操作 请问我再跟你讲 这个3563的木得有人在讲吗 请问我跟你讲 这个已经长大赚上去 我告诉你这个还没走完 有人在讲吗 在这里震荡的过程里面 很多人都认为两万点要下来 我告诉你它还没有涨完 它这个地方没有涨 它没有涨停 这个地方爆上上一线 有人在讲吗 我告诉你没人讲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涨 它没有大涨 它没有涨停 所以没有人讲 这个就是黑夜中的钻石 对不对 365的时候 我告诉你它要创新高 有人在讲吗 对不对 3月11号是不是涨13块钱 后面再告诉你一次它要创新高 你看我的Lite里面也知道 Lite 3月12号的Lite 这个即将要创新高 就要大涨了 3月12号 那你看3月18号是不是拉涨低 3月22号是不是再拉涨低 3月5号是不是再涨8块 今天3月22号是不是再涨14块 你看它这一波上去 我跟你讲做波段才能大赚 最近我听到很多人在讲什么 讲说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 真的 讲说五档股票 三天买五档股票 一档股票赚两成 五档股票可以赚一倍 你相信吗 说什么 随便打一张股票给更丁 那变成你要怎么做 你要在这个地方买进 这个地方卖出 然后这个地方买进 然后这个地方卖出 然后这个地方买进 然后这个地方卖出 你相信可以这样做吗 很多事情听听就好了 我跟你讲 做股票真的要赚钱 一定要有波段的观念 一定要有波段的观念 那波段基本上不是每支股票 都有这种波段大涨的一个机会 我所谓的波段就是至少 一支股票你要赚钱 至少短波段至少要三到五成 大波段可能就一倍到两倍 你至少可能赚钱 你怎么可能说你都买到最低点 出到最高点 然后跟你讲说三支股票 五支股票赚一倍 这个东西如果去骗一些小白 是可以的 那一般投资人怎么会 怎么会很相信 我也觉得很惊讶 我也觉得很惊讶 那你来看 很多人说老师我想要赚股票 我想要赚个三成赚五成赚一倍 我想要买这种股票 当你问我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会觉得你有这种想法很棒很好 这还是正确的投资观点 但是我会问你一个问题 你耐得住震荡吗 你以为股票在往上涨的时候 是每天喷出每天涨停板吗 股票在涨的过程里面 它会有震荡 它会有拉回 它会有整理 对不对 所以你要赚三成五成 但是你跟我说老师 我忍受不住震荡 你如果忍受不住震荡 你觉得你有可能 可以赚三成五成一倍吗 你忍受不住震荡 你有可能赚三成五成一倍吗 当这个震荡的过程里面 我告诉你 它后面会创新高 我说这家公司 现在很少人在讲 因为它就全球做第一大 高速铜箔基板 大家都跟你讲什么 大家都跟你讲台光电 对不对 因为台光这波不是大涨 所以很多人都分析台光电 就后面这样崩下来了 崩下完以后 这里讲的人都不敢讲 对不对 别人在跟你讲台光电 我在跟你讲什么 我在跟你讲六二七四的台药 它才是真正会大涨的股票 它就像什么 就像一个大家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什么黑夜中的钻石 我说你不要看它去年只有赚三块 我认为今年它会大成长 甚至挑战一个股本 因为接下来的AI的伺服器 年成长至少四成以上 但是AI伺服器里面该涨的一些股票 其实都大涨一大段了 像这个AI的什么 这个主机 你看AI组装的 这个我都说已经不能再追了 你看这个都已经涨一大段了 这不能再追了 对不对 那你看为什么它没办法再创新高了 你要从它的什么 今年获利的什么预估去评估这家公司 它目前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适不适合去买 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判断力 不是说每天看它往上涨 看它往上涨就告诉你是好的 结果你去买到高点 然后又杀下来又不见了 又不敢讲 那你看我是怎么讲的 这个都还没有创新高 这个都还没有创新高 我跟你讲这个会创新高 对不对 Light里面也讲 那后面你看 你看今天 所以我就跟你讲过 在股市要赚钱 你一定要摒弃一窝蜂 你要摒弃那种跟风的投资方法 也就是说今天最热门最强的股票 它可能过两天就变成最弱的股票 所以如果说你去看 只要是每天跟你分析强势的股票 每天跟你分析涨停板的股票 基本上80%都很容易套牢在高点 这个我就不举例子了 你自己看就知道了 然后反而我的股票在告诉你 它后面要大涨之前 还没有涨之前 我跟你讲它后面会大涨 很多人会不相信 为什么 因为其他老师的股票都在涨停板 其他老师股票大涨 老师你讲的股票都没有涨 对不对 我告诉你 没有涨的后面才会大涨 没有涨后面才大涨 那你自己看 从这个地方没有涨的时候 有没有人讲 有没有人讲这涨个股 都没人讲 那涨上去很多人觉得说 涨高要下来了 但是我跟你讲还没涨完 昨天不是爆量上 现在震荡400多点 很多人说这个老师涨多了 很多人说怎么要出掉 出完以后今天再涨 我跟你讲说还没涨完 我就说我现在不是跟你讲过 你想要赚三成 你想要赚五成赚一倍 你要忍受住震荡 甚至有些个股在那边要涨之前 他都会洗盘 所以大部分投资本 为什么很难赚到这个钱 因为忍受不住震荡 因为你忍受不住震荡 你只想要看到股票每天涨停板 你只要看到别的老师 讲他的股票每天涨停板 每天大赚你就心动 对不对 但是真正你会发现到你四隔一个礼拜 四隔两个礼拜甚至一个月后 你会发现到他讲的股票强势的股票 结果后面全部都盘头杀下来 我跟你讲的股票打底后全部都大涨 是不是 你是不是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后面这个行情我跟大家讲 真正要赚大钱你就要挑选黑夜里面的钻石 这个是没有人在注意大家忽略的事情 如果大家都知道今天涨什么股票 今天强势股什么样 大家都眼睛都看得出来 对不对 那一种股票就是告诉你要去跟风 告诉你要去一窝蜂 那短线有没有机会 那种股票可能短线上因为比较热门 所以它短线上可能还热让你赚一点 但是你会发现到如果你短线你不跑 马上又杀下来了 甚至你可能去追马上又杀下来了 但是我跟你讲的股票 你现在看没有涨 你现在看在那边做震荡 但是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甚至一个月回头去看我的股票 你去看到 你会看到真正让你赚钱的是谁 所以后面这个行情我告诉你 我不会坚持核心金融成长率这个模式 挑选黑暗中的钻石给你 所以你要好好跟上我的脚步 我帮你挑出黑夜中的钻石 让你赚到别人赚不到的钱 这才是真正能够帮助你赚钱的方法 利用广告电话码跟上我们脚步 因为我要跟你讲 这两天我一直告诉你 有一档个股要创新高 我们手上有一档个股即将要创新高 这档个股我认为它已经在发动线上了 我希望在它还没有创新高大档之前 就像我跟你讲 我们的股票后来涨了五成涨六成上去 我希望在还没有大涨发动之前 我希望你赶快先跟上来 你把你的什么成本降到最低点 等到后面大涨上去 你就不用去在乎它震荡了 你就有机会可以赚三成赚五成赚一倍 你赚不到三成赚五成赚一倍 是因为你低档区你没有布局 所以只要盘一震荡一下你就洗掉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的股票你务必要跟上来 像这一种未来能够创新到大涨的股票 具有爆发性的股票 才是你真正获利的方法 好好跟上我们脚步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完广告以后我们再回到现场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运达头部陈老师 专长研究核心竞争成长力 主力不能说的秘密 专注成长不同反响 赢家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部真心照顾 运达头部陈老师 专长研究核心竞争成长力 主力不能说的秘密 专注成长不同反响 赢家专线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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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同步 真心照顾 迟动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哦 很慢呢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六千元以下罚缓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证部紧证署关心林 好的 我的节目从四月份开始 会有一个异动 四月份开始会调整到下午的三点 原本是现在这个时间是两点到两点半 接下来就从三点到三点半 欢迎大家持续支持 那这个行情你可以发现到 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COWAS这个设备非常的强势 我认为它这个趋势都没有改变 你看一下这些股票 你看这精华你看 你看大涨一大段 人家到现在还是维持强势整理 这个都还没死了 这只能说它涨多在那边整理 但是还没死了 它为什么那么强 它为什么能够那么强 就跟COWAS有关系 COWAS有关系 包括像是 在军豪大涨上去以后 这边也是形成一个高支在整理 你看到接近到高点 现在是因为到高点这个地方 才在那边整理 但是这种股票都不能说它死掉 只能说它在这整理 对不对 整理完 如果说整理完一个量说完以后 它这种股票都有机会再创新高 不过它股价已经大涨一段了 所以现在是你要去买 这个族群里面哪一支股票呢 它现在还没有大涨 但是未来即将创新高的股票 这个族群基本上都创新高了 但是我认为这一档个股 它被市场上低估了 它像一个黑夜总里面的钻石 大家不知道 所以我认为这两个股后面会创新高 你现在就要跟我布局这种股票 因为这种股票 未来你才会大赚 你才会大赚 那后面这个行情 好好跟上我们脚步 我会帮你挑选黑夜总里面的钻石 跟上我们脚步 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到早出门天下午 入冬过后方便凉 为了生活在打拼 不怕胜膜脚脚 我们修行好买太安适 有时风修有时空 有贪感谢天 无贪也无失职 身体如果高兴走 无论天外冷 应外多 我们都有心继续 如果开车 我们都外出生了一杯 保理铁 现在开车 投资人应独立 运达头部陈老师 专长研究核心竞争成长力 主力不能说的秘密 专注成长不同反响 赢家专线 02-2781-0909 运达头部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头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